來 老沈 你知道你們的醫學的學弟 爸 我覺得柯P剛出來的時候 非常強調 尤其是他們家也是228的受害者 他一再強調他是墨綠 那他現在一點都不綠 他要怎麼解釋他的轉變 你只要講當時的墨綠那個綠 跟現在他討厭的綠 是不一樣的綠嘛 是綠非比綠 對 你不覺得這個很簡單 就好像我三十四歲的兩岸 跟我現在八十四歲的兩岸 五十年來 這個兩岸有沒有變化 有 當然有 所以我對兩岸的看法 對兩岸的主張完全不一樣 但是你看他們就一直求著我罵 說這個白骨 這個賣台 五十年的變化夠大 但是柯文哲出道 跟他現在的柯文哲 差幾當八當而已 八當何況你心目中那個綠 是不一樣的綠 這樣不可以打扰一下 他就是一個頭襲分子 他就講話的那一插那 那一瞬間什麼對他有利 他的原色就變了 所以那個比那個中南美洲那些 習役 イグアナ那個 那個習役真的很像 那個習役不同的天氣 不同的顏色 你講的叫變色龍 變得很快 在反伏茂的時候 林洪池當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 我當書記長 後來林洪池因為這個事 他就休息了 我當我當執行長 所以那段事情 發生了什麼事情 金營兄那時候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立法院 誰講了什麼話 誰看了什麼事 我都非常的清楚 2016年啊 其實那時候在 那時候 這個我們選總統 選得很辛苦 因為有換柱嘛 再加上啊 再加上柯文哲平常講 他在2014年得到了民進黨的支持 所以他的身份量很高 他助攻啊 他助攻民進黨在打國民黨 我的那當時的 我講這個故事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啊 我的競爭對手 是國民黨出來的楊慈秋 楊慈秋是我跟他選 市議員的時候 我的票是他的三倍 可是他 我最後贏他了不到5000票 其實我不是跟楊慈秋在打 我是在跟柯文哲打 柯文哲到我選去去了九次 哇 每次罵的 一罵我的媒體都說出來啊 所以他講過什麼話 我印象到現在非常深刻 他是不是在墨綠 他就是墨綠嘛 他自己都講他的墨綠 他是個反弗貌 他是反弗貌的最大受益者 至於他當作反核電啊什麼東西 這些都有歷史的記憶 我今天講這個話 並不是說我在吐槽柯文哲 但是我是覺得 沈大老剛才講這個話很好 34年前我剛進 剛當政治人 我很討厭他啊 他永遠站在那時 站在我們的對立面 時空改變了 太成熟了 長大了 我講這個話 我講話不是對你不禮貌 到八十幾歲才成熟 這個是人間奇蹟啊 我來吃你豆腐嘛 但是我是覺得柯文哲這八年當市長有沒有變化 當然是有的 我們也承認他是有的 但是你以前講過什麼話 做過什麼事 你也不要一概否認沒有 但我是覺得政治人物 你講的話要負責任 也隨時要受到檢驗 我們聽到後來 最後因為 為什麼會談到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排第一嘛 好 民調排第一 二的 對不起 排第二 五加他四加第二的 我再跟各位報告 侯友宜我認為他日後對台灣在兩岸的和平 對內部的和諧 他三個和諧應該是最好的 可是他現在是排輸了 民調輸那麼多 大家剛才我聽的 許惟他包括我們沈大了 乃馨啊 我們玉芳兄都講 侯友宜必須要拉到第二 拉到第二才有所謂的棄保 不可能棄老二保老三的啦 這是棄老三保老二 所以此刻藍跟綠要不然有沒有 不 藍跟白有沒有可可不可以 當然這有的 但是絕對不是說我現在有的人想 我放棄了侯友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是覺得時空會改變 政治人物要誠實 我們看到好幾個選舉 開始弱的後來變強的是有的 就剛剛講陳偉扁開始是21% 後來他當選啊 對不對 蔡英文跟賴清德開始的時候 賴清德比蔡英文民調多一倍以上 結果呢 那那個時候呢 這個賴清德剛出來的時候 那個蔡英文剛出來的時候 民調也不高啊 後來慢慢爬上 這個都可以變 所以對後來來講呢 就是他如果真的能夠大開大合 脫胎放股 讓大家看到他不一樣了 那反而是一個驚喜你知道嗎 就只要都一樣也沒什麼驚訝 後來現在完全不同了 哇那個就不一樣 選舉瞬息萬變 隨時都會改變的 需要再回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